整个气形还有这个颜色 这个食材的颜色呢 食材是青灰色的 整个烟形液很简洁朴素 整个给人也很古朴很简洁的 这段烟呢它是传世的 它那个虽然说这般烟拿到以后 当时就是说墨迹很多 但是我清洗了很多遍 但是呢它这个烟身上 都有留下洗不掉的这种皮壳 这种包浆 这个都是在很多年 就是在使用过程中造成 就是说生成的这种皮壳包浆 这个是就是说 一般情况就是在短时间内是无法生成的 它这个包浆呢它是深入胎骨的 也就是说它是就是说一些墨迹啊 或者是一些油脂啊或者是汗脂啊 在深入就侵入了这个这个食指 产生了这种包浆皮壳 这个是短时间是住不住来的 这几个字奇雄险峻 一气合成 实为米夫的风范 然后呢它这个字的那个字口 都是比较圆润 它这和现在新课的呢 它是就是很大的区别 它这经过这么多年的就是抚摸或者是踏 它这个字口呢就比较圆润平整 然后呢它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字和它这个皮壳呢 是融为一体的 它是它不是的就是说这个字呢 它不是的厚厚刻上去的 这个应该就是我对照了 就是说买了以后呢 我对照了就是说很多背帖和它的一些字啊 这这些我仔细的对照对比过 这个应该就是它的增迹吧 这边的左侧呢 呃有一个提拔 这个提拔呢是雍正时候的一个收藏家 它得到了米服的这番液 它把它的解写了一篇小文章提到上面 这番液它第一它年代很早 它是一番北北宋时候的色焰 色焰呢它是四大名焰之一 本身食材具有很高的价值 而且它一个年代比较早 食材比较好 最关键的是它这个提拔 还有就是说它这个这个燕 它曾经是属于米服的 米服呢 它这个人相当喜欢燕 也许有燕史 就说写写的一本书 名字叫燕史 就是介绍燕的 它个人收藏的燕也不少 是自己使用的也不少 它自己比较中意的燕 或者喜欢的就是比较好的石头 它就会在上面提拔 就是说这方面呢 就是曾经是米服使用的 而且有它的提拔 这方面 目前的估计在市场价格呢 可能应该在100万左右 如果上拍的话 可能还会更高一点 燕作为文房四宝之一 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 一方名燕即使是在古代 其价值也是很高的 由于燕取材于实 这就为江燕制成实用工艺品 提供了创作空间 一方好的燕时通过燕工之手 会成为极为精美的工艺品 古代名燕是古玩收藏的重要专题之一 它以自然之美和人文之美的巧妙结合 展示着文房真品的倦丽与秀美 词曲 初订阅 初计 barriers 中国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 这种特定的书写工具 决定了许多辅助用具的产生 如墨 燕 笔架 笔洗等等 本片介绍给大家的是 研墨用的燕 燕作为文房主要用品之一 在中国文人的书桌上 放置了两千年之久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 中国古代制燕艺人 制作了许多造型各异 不同食材的燕之精品 如今 这些古燕 以其特有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成了古玩收藏界的藏品之一 这是一番随形的色燕 它在这个燕池上 炒雕了一个青蛙和一个梅花 整个燕型它是利用 它的天然的皮壳 它的这个是天然的皮壳 它是用块色色的紫石做的 你看它那个燕石的表面凹凸不平 是它食材的原石 然后呢 它把这个下面呢 磨了七个角 七个乳突状的角 它的燕堂呢 把它的燕堂开出来 然后就说其他的都是保留它原来的石皮 这样呢给人一种很古朴很古雅的味道 然后呢提起这番叶还有一个有趣的来历 这番叶是我亲自下县收的 当时我找到乡下的一个大夫人家 一个大的宅院 这个宅院呢一个主人开门就迎接我 他讲哎呀 确实对不起 确实没有东西了 当时他回忆就是说 在80年的时候呢 很多人到他家里去买钱币 钱币买完了以后呢 在90年代是出的时候呢 又很多人在他家里买瓷器 瓷器也被一扫而空了 当时家里东西挺多的 他讲 然后呢 东西没有了 瓷器也没有了 到了8090年代后期吧 他的家的那些 就是就连门窗 连门都给他买去走了 然后呢 确实确实家里所剩无几了 然后再后来的人呢 就是把他的 以前的他们锅碗瓢盆啊 什么什么小茶壶 铜茶壶什么 砸劲那些东西也买去走了 当时我去了之后 他就说哎呀 真的再也没有再也没有了 确实对不起 我真的没东西了 我想我那么远来了 你看你能不能再找一点东西 我确实也是爱好这个 然后呢 他就说那行吧 那我带你再看一看 看也许你还看上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我就到处找到处找 大概可能找了至少有40分钟以上吧 但是在他一个堆杂物的地方 堆了很多破柜子啊 烂木头啊 这些地方 我再大概翻了一下 就在最下面呢 就发现了这块燕 当时灰尘很多的也很脏 墨锈也很很厚 但是我拿到以后呢 稍微清洗篮下 我清洗若光 如获至宝 但是我就发现 这个是一个明代晚期的一个 一个随形雕的一个色叶 他的 我收的很便宜 但是在3000块钱收了 但是呢 目前这个市场行情 大概在几万块钱左右 这个也是我一个不小的一个收获吧 这个是一番清代中型砖业 它是用汉代的砖 雕制而成的 在古代的时候呢 特别是在从中代开始吧 很多文人雅士呢 就发现秦汉时候的砖瓦呢 它很发墨 而且很细腻 很发墨 就很多人呢 他就用这个砖或者瓦呢 它制作成液 而且它那个汉砖和那个 秦瓦上呢 有很古朴的文饰 金石文和图案呢 都是深受文人雅士的喜爱 特别是宋代开始的金石学 然后呢 一直延续到清代 这方呢 它就是一个清代的一个造型 中式的一个造型 它很简洁古朴 保存了 以前就是说这个汉代的这种遗风 这个 燕呢 它是呈青灰色 它是用以前就是汉代的 比如说是住宅或者城墙的砖 制作成 在汉代呢 它这个砖呢 用的用料很好 它一般的就是说 比如说完工贵族吧 它用的砖呢 它都是自特制的 它都用就是成泥法 然后制作出来的这方 就做出来的砖 然后这个砖呢 就特别发墨 也特别好 这方砖在市场呢 也是不多见的 它的大概价位呢 应该在1万块钱以上 这是一番宋代的青石叶 这个石材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呢 它这个燕池呢 有一个图案呢 很特别 它这个题材呢 它是一个24校的一个题材 它这个故事呢 是王 应该叫王翔救母 王翔呢 他是一个孝子 他的母亲生病以后呢 需要用鱼作为药营 但是呢 寒冬纳月的 那个湖面和水面 已经接冰了 当时呢 就没法钓鱼 他想了一个办法 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了以后呢 自己握在那个冰上 然后那个冰就融化了 然后那个水呢 就就晾出来了 鱼感动以后呢 从水里跳出来 然后就 他就用这个鱼 把自己的母亲的病治好了 在宋代呢 他很提倡的忠孝离役 所以说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 一个佐证吧 这个价位呢 应该在15000以上吧 我手里面这件东西呢 这件瓷燕 瓷燕哈 它很特别 是一件龟燕 龟燕哈 它这样上 它是龟青花 用青花和那个摆设做起来的 像龟壳 这个呢 上面呢 是海水纹 海水纹 它这个用的是什么 就是变起起来 起起来呢 这个里面呢 它还装了一种 真是蒜团 这个蒜团呢 也很特别 它可以溜动的话 也可以拨的 知道吗 这个呢 就是一件明代的天启年的一件东西哈 这件东西呢 嗯 也比较特别 很少见的 嗯 这个龟燕呢 这里面呢 哈哈 这边是哈 这个这个地方呢 它是用来默默 就是哈 嗯 孙政时候哈 用来默默写写的 这个地方呢 哈 还有 有 还有 还有 用来甜 鼻用的 用甜鼻 很 很 很 特别 而且这个龟头啊 也比较好 定神哈 做工业比较细 下面有款呢 哈 它是 嗯 大明 天启年 五字 知道吗 这件东西啊 很特别 很特别 也 比较少见 所以说东西呢 也比较贵 这个东西 在四成分价格啊 大概就是 在 嗯 四十万到五十万 这些历史悠久 各具特色的古宴 保留着古代文人的生活痕迹 和置眼工匠的智慧 同时通过这些古宴 我们还可以间接了解到 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 古宴所蕴藏的这些历史信息 是它能够成为古丸的主要原因 咽 是用来研磨的 是用来研磨的文房用品 中国人用研的历史 达两千年之久 研的制作 绝大部分取材于石 也有取材于禽砖汉瓦的 随着制瓷叶的发展 也出现过瓷研 研既是实用品 也是工艺品 做工精细 造型优美的古研 历来都受到古丸收藏界的青睐 由于研是文化用品 因此它的文化色彩 要比其他工艺品浓重得多 古研向人们展示着 古代文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风貌 这是我在收藏过程当中的 收藏的一方段宴 这方段宴 当然是个偶然的机会收到的 我也很非常喜欢它 它是宋式超手宴 你看 它是超手室的 是宋代的那个样式 它奇特就在于 它的七根柱 这七根柱是按照背斗星 这个星自然长出来的 当然柱是雕刻出来的 但是每一个柱都有一个眼 都有一个眼子 所以这个眼叫七星眼 我们看它叫七星眼 非常气透 柯喜就是有点毛病 但是不思维是一种 是一个精品 断眼里头的精品 大家看 它的分布就像七星 有点毛病 有点毛病 通过这个燕台的文释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燕 是在道光时候得到的 因为费荷江这个人 是道光时候浙江的一个 忠诚官 他写到的 这个在书上都查得到这个人的 同志四年 曾给的杜卓周 杜卓周这个人 在通志时候 是梅山县的一个直县 是个进士出身 这个燕 他是杜卓周的第五代吗 第六代孙子 拿出来的 说他是燕 他不是拿来研磨的 而是他拿来填壁 他们叫 我们叫壁填 他是用这边用 他是拿告壁的 他的每一边 你看这两边写的有文字 党年写的都有文字 准备雕刻的 这个文字是一篇小文章 他赞美这个燕台的某些特点 什么水 多少长时间不干 什么如何润 他这些赞美这个 但是没有磕 后人呢 好像想帮他磕出来 这里磕过几刀 看那个样子 好像磕过几刀 但是呢 好像感觉的不敢磕 磕了几刀就没敢磕 就一直就保持到这个样子 就没 我们也不敢动它 就怕把它弄坏 这是一篇文章 这两边是连贯的 一篇文章 这个燕台 从文史上可以断定 这是清代的道光时候 飞鹤疆收到的 但是这个燕台的成宴 是个什么时候做出来的 它这个燕台本身是个什么年代的 当然现在我们也说不太清楚 能够有文字可查的 上面清楚记载的 就是那个道光那个时候得到的 而同志四年呢 送给了杜作舟 从这个房这个燕台这个价值来看 目前呢 不太好说 曾经在资料上看到过一些 也是这种 也有在这种带注的 但是没有详细介绍过 听到介绍 就是这七根分布的 像北斗星这个形状 天然的 这个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 所以说 就是这个你让我说价格 简直是我真正说不清楚 人家自己也不愿意卖的 也不愿意谈这个方法的什么价格 可以大家欣赏欣赏 因为这种东西毕竟还管 这种东西 这方燕台啊 它就是高枯磁的 它是青磁的一种燕台 它里边呢 是沙底的 当时的话 学生啊 会在文人啊 那里磨没用的 所以在磁里边的灭牌的话 还是很少的 这个也是不多见的 这个青磁燕牌的话 应该是南北朝的 农泉要细的 然后的话 它这个磁胎怎么判断呢 从它的磁胎的青磁开片 和它的这个沙板底章 沙板底章就能够断定出 它是南北朝时代的青磁燕 这方青磁燕的话 由于时代久远 它有一点残身 比如说脚 断了一点脚 如果不是残身的话 这方燕台的话 应该是青磁燕当中的 一个比较好的品种 它的 市场价的话 如果不残的话 大概就是在 六千左右 都像现在这种磁气的话 也得三千 才能买到 尽管燕的使用 已有两千年之久 但时至今日 精美完整的古燕 其存饰量也是很少的 正因为此 在古玩市场上 古代名燕的市场价格 也在不断地攀升 这种价格走向 也说明了古燕 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和收藏价值 笔洗 也被称作水洗 是用来洗毛笔的文房用具 中国文人 使用笔洗的历史 已有两千多年 尽管现在书写工具 绝大多数已变成了钢笔或圆竹笔 但在中国毛笔书法和中国画的创作中 仍然使用的是毛笔 因此 在书法爱好者和画家的暗桌上 还是可以见到笔洗 在漫长的历史中 中国古代匠人制作了许多不同材质 不同造型的笔洗 这些笔洗 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风云 水洗作为中国传统的文房世宝 文丸的一个品种 它经历了很长的发展时期 它在它的发展过程中 主要经历了这么两个阶段 就是宋以前以实用器为主 宋以后由于文人雅士的喜爱 以及其他收藏爱好者的加入 它掺杂了很多装饰性的内容 就是我们所说的闪玩 闻玩 把玩的一些 非实用性的一些器型 逐步的大量出现 特别是在明清以后 各种材料 各种形制 各种造型的水洗 大量的涌现 食物性的 食用性的 反而降到了次要的地位 所以说我们目前能够在市场看到的一些 大量的水洗 水洗以文丸、雅丸和欣赏为主的装饰性的水洗 或者说欣赏性的水洗 橙色性的水洗为多 这是水洗发展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这是一件清代晚期的铜制的异形水洗 它是用来欣赏和把玩的 它的实用功能很小 主要是用来欣赏 从造型来看 它是一个非常古老苍净的松枝 在上面附着有枝料和松束 这种造型在清代的中晚期 特别是在晚期光绪、铜制时期 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材料所做的水洗出现 有铜、铁和玛瑙水晶等等 这件铜的水洗它造型很奇特 是我们常说的异形 它充分利用了这种松灵里面松枝的 可以说是怪异的枝干造型 结合资料和松束这种天然的情趣 反映出一种大自然和谐的一种韵味 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这件铜水洗呢 也不实为一件非常有趣的把玩欣赏之物 在水洗里面 像这种水洗呢 造型虽然居多 但是工艺上呢 有如此的精美 还是不多见的 目前它的市场价位应该是在五到六万块钱左右 这是一间河叶水洗 这个河叶水洗不是经得点的经济 不要把它当经得点 这是广东石湾里 石湾窑也是很有名的 石湾窑这东西当然就是清厚气的 你看它这个造型 它这个荷花 这个又的种发色很好 它这个都是可以取的 这是活的 活的 你像它这个当时这些 就是织陶瓷的专家 造的东西 故意把它在这里搞懒 这个地方还有两只小青蛙 小青蛙 就是当时的工艺 我们这个支持的工艺家 都是现在出来 扒两只小青蛙 这在当时 不可以说在当 就是现在 你要造这个工艺 也是不容易 你看起来它很 你看起来这个东西很自由 它随意先分享 你看它下来的水稳 造成很好 它这个荷叶的 这个荷花的杆杆 这个毛刺 它都造出来了 所以它这个东西来说 很有艺术价值 遗憾它就是这个地方 有毛病 有毛病 但是还是不适合一件真品 因为这东西很少 我们的东西 这是从广东路路上的人调的 你说它目前这个 像这个路由 目前时长的行为 我们也没有去认真去考虑 这东西应该是 价钱的问题很好 因为它主要是稀有的 但是上一次吧 有一个人到我们 这个成都文物商店 牵一条条从外地来 外地人家看到我们 互联网来看到 从互联网来看到这个东西 很感性地买了 来来的时候 它开口都逼了个八千元 它这个东西哪 我没买 没买 它再三少 最后添了一 又添一千九千元 也没买 但是这个东西就没买了 就在这儿改了 作为一种产品 这东西 你要叫我们店上面补这个价 这个东西 作为咱们中国的传统 无疑稀微贵的表示 这个东西起码值了两三万 这是一间民国珠山八友的 王野亭的水旗 珠山八友 它是一个概念 最早成绩的时候 就是一八个人 后来都兴这个族子了 都不止八个人 这个王野亭是其中一个 他画的山水比别人 最大的态度是不同的 他这种风格是边缘的 他这种风格是门一看 好像是人家接触的 细看很有味道 细看很有味道 所以说他在这个市场 后来因为他的 在民国时期的商业价值比较好 现在所以说 这个市场 这个经济市场 人家都是大量放弹的东西 他这个东西来说 现在王野亭的东西 像花瓶的一些东西 配卖行还是要几万块 几万块 像我们这个东西 正常的价钱 咱们说一定不是配卖行 配卖行那都肯定够了 一般都是在几千块 正常价钱几千块 现在是稍微偏低了 但是你要给别人有一个 优惑力 你卖封顶了也是不行 当然讲这种东西 在外面 我们大概都在卖五千左右 用材优良 造型精美 保存完好的古代鼻息 在如今的古玩市场中 并不多见 因此 它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 和收藏价值 这也是鼻息 在古玩收藏界 受到人们关注和喜爱的主要原因 古代鼻息 体现着中国古代文人的 审美意识与情趣 船长的旅之 就要用喜笔用的器皿 人们将喜笔用的器皿 称之为笔喜 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喜或水喜 古代笔喜的用材多种多样 有同质的、实质的和陶瓷的等等 其中数量最多的当属瓷质笔席 最初笔席只是实用品 在造型和制作工艺上不太讲究 随着文化的进步 笔席的工艺性越来越强 成了实用工艺品 具有了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特点 这件修是一个喜 一个喜从它的外形来说 它很美 它是一个海棠喜 从它的制作工艺来说 它制作工艺要求很高 它是高温柚下柴 这个柚就像玉一样的 很美 你看这是树山柴的 仿康熙树山柴的 另外它还有右下红 另外这个里边还有青花 所以从这一件器物来说 它制作很精美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和西洋式的结合 西洋式的结合 这件器物估计是当时出口用的 是光学年间出口用的 这件器物是品质相当高的 我认为它在市场价格上应该在1万元以上 这是一个清早期的法郎器 水洗 水洗就是用于洗笔 或者是画画取水之用 清早期的法郎器 它一共有四种 一个是化胎法郎器 一个是捏丝法郎器 还有就是垂胎和站胎法郎器 这是一个捏丝法郎器 捏丝法郎器工艺很复杂的 它一般是用金丝和银丝的片和丝 现在图案上绘制好了以后 焊接或沾合起 再将法郎铲填充而形成的 早期法郎器它不完美也不成熟 铜材比较厚 沙原比较多 这是它特征 所以说我们说它是清早期法郎器 像这款法郎器 在市场上也极少看到的 目前来讲 这种法郎器的市场价位 也就是在3000元左右 这是一件送带的水洗 这是一件送带的水洗 送带的翠尺 翠尺很开片水洗 它中间有一只蛙 这个蛙用来什么 就是用来填笔用的 做工也比较好 很独特 所以说也是一件比较好的作品 比较好的作品 它的价位呢 在市场上这么一件小东西 大概要3万到4万左右 我手里面这个方形的 它是一件水洗 这个水洗呢 是一件送带的水洗 送带的水洗呢 它是一件送带的关羊水洗 它水洗是很欲中心做的 做的 东西啊 它的这个做工呢 很特别 它这个片也开得比较好 所以说它小瓷开大片 它这个片开得比较好 这个东西呢 是拿来做笔笔用的 这件东西呢 在市面上现在这个价格呢 大概也在年3万左右 这是一件原代的 原代的三连块作品 这件作品呢是画家用来做画使用的 用来它不同的颜色 有不同的洗鼻 它的这个价值呢 大概也在3万左右吧 这是原代的典型器武 这种器武呢 这种三连的很少见 这个呢 它就是云南最终要出土的 这种器武 这个宝塔式的哈 宝塔式的哈 也是一件清代 清代的单手柚瓷漆器 那些瓷漆呢 它是用来洗鼻用的 洗鼻用的哈 它这上面的图案是鱼消耕竹 这个器型呢 在市场上也很少见的 在水洗当中哈 它也是很少见的 很特别的 很特别哈 加上它周围的四周都是化工 化工都是很精美 所以说哈 这么一件小东西 在市场上大概也是 值1万到2万左右 这是一件清代晚期 梅金石巧调的一个水洗 这个水洗呢 是一个水洗的一个操性 它整个整个造型呢 它取自于它原来食材的一个 一个天然的一个形状 然后呢 它这个 呃 这个 这个黄色的这种皮壳呢 它巧雕成 一个 呃 一颗 一颗古松 呃 整个造型呢 非常的古雅 梅金石呢 它是树木呢 在地下埋藏 亿万年以上呢 呢 形成的 它呢 石子呢 比较细腻 很细腻 柔滑 比较适合于做雕件 这件水洗呢 虽然它雕工不是很细腻 但是它有一种自然天成的韵味 目前呢 这个梅金石这个雕件的这个比起呢 估计价格呢 应该在几万块钱左右 这些不同的造型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和观念 人们在赏玩这些古代比起的同时 不知不觉之中 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这也是古玩能够受到人们喜爱 能够具有市场价值的关键损 比喜是洗笔用的文房器皿 比喜是洗笔用的文房器皿 古时候 中国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 毛笔用过之后 要清洗干净 于是 笔喜也就应运而生了 流传下来的古代笔喜中 有许多是制作精美的文房真丸 之所以把它称之为文房真丸 是因为它选材严谨 制作精细 其造型纹饰都带有浓厚的文化艺术神韵 古代笔喜是古玩收藏的品种之一 这是一件清代的铜水喜 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 它上面有撒银的一些斑点 就我们说的银斑 作为铜器 在制作中它离不开帆模 而银片要想附着上去 就必须要考虑到铜银这两种不同金属的温度 溶点 所以在当时的制作中 应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 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 这件东西在当时也是比较大的有名的一些制作作坊做出来的 它的造型荷叶的翻卷也充分反映了 这种工艺的独特 由于这件东西是一件传世品 通过它多年的盘玩 它的色泽包浆都恰到好处 这件文玩作品 它的做工极其精良 从它的青蛙 荷花 莲斗 这些造型都非常准确 栩栩如生 综合这些因素的这件东西 是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玩用品和橙色的艺术品 目前市场的价位 应该是在八万块钱左右 我这个水洗是文房施宝之中的水洗 它的化工很精美 是酸于水洗 而且眼睛部分是点了筋的 这个水洗是乾隆年间的 这是乾隆年间景德镇 绿菌幼的水洗 酸于水洗 它的市场价位 比我说是很高的 像这种水洗 多功能的比较少 显示了这个降人的手工 它的技术相当完美 比较精致 它也可以用来洗鼻 茶鼻都可以用 它的用磁苔烧的 名字叫 它上面这个幼儿 叫卢菌幼 大概是清溫晚期的吧 现在它的价值大概就是1200至1800之间 这种水洗 这个是个元代的君咬水洗 它的右水 右光 右非常厚 这是个水洗 主要是文人洗鼻用的 所以文藏丝宝内的 造型还是非常精美 口径可能就是个15公分左右 是元代君咬里面 比较精美的一件瓷器嘛 这个君咬瓷器啊 起源于宋代 嗯 宋代的君咬呢 它的元代的不同 宋代的圈局啊 这些修台区啊 元代的人 它只有这个修胎啊 它有它的独到之处 什么木胎啊这些 还有呢 它的右水啊 非常厚 这种啊 我应该说它是 是个元代君咬中的 一个比较精美的一件瓷器 嗯 它的市产价 嗯 在古安市场 大家 这个古安市场的 一个市产价 也可能就是 三万左右 嗯 要是拼卖的话 应该还要高一些 嗯 这个是一件青花粉彩的 鼻涵 这件鼻涵 肉下全部是青花 嗯 画的那种蚕子脸 然后青花留白的地方 用繁红写瘦 瘦字 整个上下的边 是用粉彩 勾列的 粉彩是从康熙时候 开始发明出来的 在池系上画粉彩 它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工艺明代的时候 是用五彩 到了清代 到了清代 开始 用那个铅粉 加玻璃白 烧出来的 带那种 立体感的那种感觉 就像西方油画一样 用粉彩的感觉 就用立体的感觉 五彩蓝就是 比较平 就是立体感比较弱 然后到清代的时候 根据这种 当时的工艺的需要 就发明了这种粉彩 粉彩画在青花上 这种器物很少 一般就是 粉彩单独的画粉彩 青花单独画青花 这些东西 又有青花 又有这个粉彩 而且是件大的彼海 这些东西就比较少 这些东西是早年 留到这个国外去 在美国 用来做台灯 把这个链底 都打了一栋 做台灯 或者在别人家里 收藏过来的 现在这种东西的 这种品种 城市量也是比较少 这些东西的市场价值 大概就是三万左右 大概就是三万左右 这些东西的市场价值 大概就是三万左右 特点的实用工艺品 最后又出现了 以笔喜为其形式 而只是用来把玩的 纯粹工艺品或艺术品 从笔喜的产生发展 和演变的历程中 可以看出 中国古代文人和工匠 对于弘扬文化艺术的重视 笔喜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载体 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远远流长 中国古代文房用品 以其众多的品种 成为古玩收藏的一个重要门类 有许多材质优良 制作精美 年代久远 和存世稀少的文房用品用具 已成为古玩真品 欣赏品味这些西式真品 我们在赞美古代工匠艺人 聪明材质的同时 也会深切地感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 作为古玩的物品 它还以其自身的特征 向人们展示着 中国古代社会各个领域 和各个阶层的风貌 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 古代工匠艺人的精湛技艺 文房用品的数量和材料 是零零种种 多种多样的 从纸笔墨燕 一直到文案上的一些辅建 像笔歌水洗印章河这些 它都属于文案文房用品之一 文房用品的历史 可以说是相当久远 从我国发明造指数 有文字记载和书法出现了 它就一直伴随着 我们文字的延续和发展 逐步地自成一派和自成一些 比较独特的一些 赏腕的气形而流传 但是比较好的文案用品 还是在明清以后制作的 特别是在明代 它有很多非常好的文案用品 流传于世 这是一个清代早期的黄羊牧笔筒 黄羊牧它比较生长缓卖 只管这个树长都肯定一千多年才能增那么大 它高十六公分 直径是十九公分 它钓的这个 跟钓的随形 钓的是海水龙纹 钓工还是很精美的 像这么大的黄羊牧笔筒 在市面上还是很少见的 它的市场价值应该是在 两万左右 这是一个清代中期的花梨皮筒 它的造型还是很规矩 包间厚 高二十公分 直径是十五公分 天那么大的还是比较少 它的市场价值呢 在一万左右 这是一方乾隆玉制的墨 这方墨造型就是很典雅 上面是海水龙纹 背后是这个乾隆玉体的湿 满身都是这种 就是我们就是说断代的亏类纹 亏类纹 一闻这个 因为家里有名贵的香料 闻起来就是香气扑鼻 这家墨是 为什么是乾隆玉制的呢 因为一个是它的做工 二一个是它的原料 三一个是它的这个皮革包浆 还有一个它也曾经参加了这个 苏福比 就是香港苏福比拍卖 苏福比拍卖 和中贸、盛家的拍卖来的 在市场上很难见到这种 明贵的这种乾隆 温芳用的这种珍品 现在市场价值大概是在 8万左右 这也是一方乾隆玉制的一幕 它曾经参加了苏福比 香港苏式比的这种拍卖 也参加了中贸身家的这种拍卖 上面有一款大兴乾隆玉制 整个墨是一条龙 两条龙 上面一条下面一条龙 做工非常讲究 保存也是品相非常完好 这也是一件乾隆玉制的一件 不可兜得的一顶墨 这顶墨的市场价值大概在5万左右 这是一件清代的紫檀做的笔筒 它的珍贵之处就是它的造型 它是做成方形 而且有这个线条 这感觉很秀美 这件东西目前在市场的价值大概在人民币一万左右 所以它也比较珍贵 紫檀在明代和清代的时候 主要是黄石和贵族用的比较多 这种材料比较珍贵 像这种拿来做笔筒 做这么漂亮的笔筒 在市场上也是比较少见 所以它也比较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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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黄花梨在清代的时候 主要是用来做家具 从明代开始到清代都是做名贵的家具 在黄龙里也都是比较常见 这个笔筒造型就是比较 线条比较美 做工还可以 现在目前的市场价值大概在四千元左右 本片介绍给大家的名贵木质笔筒和乾隆玉质宝墨 都是古玩市场上难得一见的文玩真品 这些经历了数百年的传世物品 以其鲜明的历史印记 展示着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现象 这对于我们了解古代社会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方墨一个笔筒 尽管它体积很小 但它所蕴含的各种信息 包括政治的历史的文化艺术的等等 都是极为珍贵和难得的 文房用品 文房用品品种众多 除了人们常说的 纸墨笔筒 这文房四宝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器物 如笔架 笔格 镇纸 笔田 印章 印盒 笔筒等等 中国古代文房用品中 有许多制作精美 文化含量丰富的器物 这些器物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 在其特定领域中的发展历程 也正因为此 这些器物被视为古代文房真品 而受到古玩收藏者的追捧和喜爱 文房用品它包罗的材料 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繁复 和非常多种多样的 文房用品的好坏 优劣 以及收藏的切入点 它和文房的流传、材质、工艺 以及是否珍惜和独特有很大的关系 目前文房用具在古玩市场和收藏领域 不像瓷器和字画那么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 但是它里面还是有很多非常不错的文玩用具 值得人们去收藏 值得人们去逃寻 去寻觅 文房用具它能带给你无限的快乐和遐想 字幕志愿者 材财 全城